Hi,大家好,我是小包 苹果于今天凌晨发布了iOS18开发者预览版的Beta1 等会我将给大家展示一下其中20多项新特性 那么首先看到的就是桌面图标了 从iOS18开始 终于可以让我们将图标移动到任意位置 包括自定义图标的颜色 在左上角除了之前的添加小组件以外 还新增了一个自定义 可以自定义图标的自动启动深色模式 不过目前仅支持系统类的APP 第三方还会适配 另外包括图标的大小也都是可以选择的 还能通过右下角的着色 对图标的颜色进行任意的更改 什么颜色都可以随心所欲 也可以通过下面这里自定义不透明度 颜色的饱和度等等 甚至还可以用吸管取色 和你的背景壁纸同一个颜色 好的 再来看看控制中心 这次也有了很大的变化 我们从右上角向下滑动 你会发现它的图标也发生了变化 它们以圆形为主 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这样的改变 左上角的加号能够直接从这里添加控制 再也不需要切到设置里面 而且可以添加的控制开关非常非常多 新增了不少的内容 而且随着第三方App的适配会更加方便 另外图标右下角有角标的 都可以点击调整大小 另外控制中心下拉的时候 如果不松手 可以在多个分类中切换 当然也可以直接在屏幕上 上下滑动来切换不同的控制 比如当前正在播放的媒体 或者进到HomeKit智能设备单独的控制中 最下面是和网络相关的快捷开关 也可以手指按住图标不动 来回的拖动 动画很不错 非常的跟手 甚至还可以感受到触觉的整动反馈 我们说到动画 让你们来看看手电筒的动态导效果 那不nice 非常好 非常nice amazing 另外右上角增加了一个快速关闭手机的入口 不过可惜没有重启 估计以后会增加的 好 再来看看iOS 18中另一个主要功能 就是使用face ID锁定应用了 就是人们一直想要这个功能 现在它终于是来了 比如我想把这个备忘录给锁起来 我只需要长按它 你会注意到最下面多了一个全新的选项 require face ID 点击后会启动face ID确定 我们确定以后这样 备忘录就被锁定了 锁定以后的备忘录 我们可以在搜索全局可以看到它 但是并不能打开提示APP已被锁定 如果要解锁它 只需要再次长按通过face ID解除锁定状态 好的 带来看看信息APP 也有了一些新东西 长按对方回复的信息 现在可以让我们添加表情符号进行快速的回复 再就是可以对信息与具体的任意段落或者是致辞进行单独的效果处理 比如选择它选择文本效果放大缩小等等等等 这些都可以或者是出体斜体下滑线删除线等等 如果你是在英文输入状态下可以直接从这里选择 另外一个新增就是定时发送的功能 这样就不会忘记在一些特别重要的时候 比如祝某人生日快乐 点击旁边的加号选择更多 这里就有个稍后发送 支持具体的日期和时间 但是大家注意这并不是任意的时间 只能是从当前的日期往后推两周 也就是14天的时间 如果你拉得很远 它会自动的滚到两周后的时间 好 发送以后也是可以进行编辑更改的 更改时间或者是直接把它删除 这次对计算器的改变也不错 iPad上就很好用 现在我们先来看看iOS版本 点击计算器主下角这里可以切换功能 比如打开转换 支持的类型也是非常的多 货币面积角度等等等等 很多的单位 另外我要重点说一下科学备忘录功能 点击后会新建一个备忘录 如果你有使用iPad可以用笔 我这里演示一下用手指好了 比如一个算式 这样可以算 也可以这样得到结果 这是对计算器的改变非常的大 尤其是在iPad上 这个后面我们讲iPadOS的时候 我们会着重的去讲 好 我们再回到桌面 编辑桌面图标也可以即时的改变大小了 再也不用删除它以后 再重新去选取其他的尺寸 也可以通过长按选择不同的样式 在APP图标桌面小插件之间随意的切换 非常的方便 再来看看锁屏 现在支持更改手箭筒和相机的快捷方式了 为其他APP了 不过目前还只是有系统内置的 当然也可以使用快捷指令这个APP 选择Open App打开 不过目前好像还是有bug会散退 这个我们等后面去修复吧 再回到设置中 这次iOS 8也加入了眼部追踪功能 在辅助功能里面可以找到它 第一次运行它的时候会要求你跟随的设置 好 设置好了以后 你们可以看到我现在是用眼睛 在控制手机的焦点在移动 因为角度的问题 我会把手机稍微立起来一点 这个功能还很初级 远达不到Vision Pro那样的精准 但至少是个好的开始 对一些特殊人群非常的友好 还有一些小改变 比如之前安装的所有APP 都会出现在设置里面 现在它们全部被整合到了APP里面 有没有世界一下子变得清净的感觉 包括进入到iCloud里面的界面 也重新设计了 你会发现有很大的不同 虽然千呼万唤的T9拨号自动通过拼音 或者是字幕搜索并没有到来 但iOS 8还是有所进步的 现在可以通过号码进行快速的检索 不过通话录音现在展示还没有开放 等后续更新我真是没有想到Apple会把这个功能做出来 好再来看看照片应用 现在可以通过左下角快速排序和筛选 你在浏览的时候也可以通过最近的日期 人物和宠物精选集回忆等等 包括旅程 这里我刚好把这里清理了 所以并没有显示 大家有空的时候可以玩玩看看 最后就是密码这个App了 其实它一直都有 只不过之前在系统设置中被藏得很深 现在是以独立的App形式呈现的出来 苹果一向的套路就是他走他的路 让别人无路可走 好 那么以上就是iOS 18中那些比较主要的新增特性 这是包括iPadOS MacOS都有不错的一些新东西 后面频道也会做相关的一些视频 感兴趣的小伙伴呢 不要忘记点赞转发订阅我的频道 我是小鹏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